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,重庆餐饮行业停业长达40多天 3月13日,重庆部分餐饮店开始恢复堂食 对于一个多月没吃火锅的人来说,来到火锅店和亲朋好友吃一顿久违的火锅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3月13日是重庆市江北区杨河路一火锅店恢复堂食的第一天 当天下午4点多钟,陆续有客人前来排队吃火锅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,客人到店后首先要在门口进行体温测量和全身酒精消毒 然后进行登记并出示鱼康码,最后由工作人员引导进入相应的区域就餐 恢复堂食的第一天,前来排队吃火锅的客人非常多 到了晚上7点半,该火锅店外有20多位客人还在排队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,餐饮店堂食入座率必须控制在50%以下 因此,该火锅店决定从晚上7点半后就停止预约排队 对于那些预约成功的客人来说 和亲朋好友吃一顿久违的火锅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作为一个从庆人,一个多年两个月没吃火锅是非常的难受 今天终于可以尝试火锅的感觉,哎呀太棒了 作为一个从庆人呢,以前每一个星期最低要吃两到三次火锅 现在一个月没吃火锅呢,感觉现在吃了久违的火锅 确实对于我们从庆人来说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位于江北区北冰路的一火锅店接到恢复唐食的通知后 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签署了安全承诺书 并对店内全面清洁消毒 该火锅店要求员工每天进行多次体温检测 并全程佩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 客人进店也必须佩戴口罩,接受体温测量,出示鱼汤码 此外,该火锅店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,设置了安全用餐距离 要求客人隔桌就餐,助作率不得超过50% 唐食对我们餐饮来说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餐饮现在停了一个多月,损失非常惨重 但是恢复唐食呢,我们也做好了很多预防工作 因为我们要保证到安全的情况下才恢复唐食 对于进来的客人,我们也要用体温枪测体温,同时消毒 然后每个客人也要出示他们的鱼汤码 才能到我们店里来进行就餐